中央银行总裁余国华 今天下午应要在台北市西西福伦社的例会中演讲 认为今天全世界所面对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是国际性的通货膨胀 余国华总裁在分析当前国际金融问题的时候说 国际性通货膨胀有三个原因 这是经济活动高度扩充的后果 活动能力超常增长的影响 以及成本持续增加的推动 而自由危机也替国际经济和金融带来了空前的新问题